用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先把那个学生成绩部分 把它做取代 Ctrl F就可以了 所以是够01 所以以后取代其实还蛮重要 把它取代成POST好了 名称也许换一下01 OK 然后把它Replace 就是Ctrl F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少一些功夫 不然的话你可能每一个每一个 我是建议先Find之后再Replace Find 确定在Replace 你不要说每个 有时候怕万一了 OK好 那将来的话总共四个 第一步就把它取代了 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什么 开那个档 那个档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在那个全省邮局 所以我刚讲过了 我的习惯用复制的 哪怕是里面没几个字 但是比较保险 贴的话你要记得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路径 档案的前面 要多这个的下面那个档案 所以后面那个档案的话 名称也就先开三重 点它一下 然后把TSD也顺便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后面来 OK应该只要用贴的保证不会错 保证不会 但是如果你自己打的话 不保证一定错 不保证一定对的 那再来的话 encoding 确定一下什么事情呢 就是开三重之后 把它另存新档一下 是不是UTF8 他不是 因为他这个应该是用 那个 可能用微软的 记事本也好 word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反正应该是微软的东西 所以他是ANSI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是ANSI 这个怎么样 就不用加 如果是UTF8 像Google下载的 就要加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看起来没什么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其他应该就是 把栏位名称改一下 栏位名称的话 也许这边输出就是 好像第一个叫账号 反正不管 反正就是什么什么 一个账号 局号 反正就是 账号 这个是局号 这个是什么 局名 然后这个的话就地址 OK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把它直接 print出出 不过呢 应该好像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如果一切都这么单纯的话 那就很简单 就很多东西很简单 那你可能要观察一下 第一个观察是什么 你会发现 他是以什么 空白分割 有没有 所以你这个地方 Sprint 你不能用逗点 你要用空白 但是呢 第二个 你会发现 这个后面居然多一个空白 而且是换行 有的时候记事本虽然很好用 但是记事本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有些 字元看不到 所以怎么办 我的习惯有时候会什么 改用那个 记事本加加吧 按右键 这边有个 记事本 Nordepay++ 那它有个好处就是 它有一个什么 检视里面 有一个特殊资源 可以让它显示全部 那你按下去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这个是空白 它就用点 点 而且这边有个CRF 意思就是它这边 有一个反斜线N 有就是说 如果你用Sprint切的话 可能会多切出一个 没有东西的一个栏出来 会多一栏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空白加反斜线N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当我读取这一行的时候 顺便把后面东西去掉 所以好像刚才有讲过类似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空白加反斜线N 那我们要怎么去掉呢 基本上 所以刚刚这个 这边就是 检视特殊资源 我的习惯是用这个方法 去判断说 一个档案 它里面有没有什么 不该出现的一些资源 如果有就赶快先把它避开 不然你要写到资料库里面 就会产生问题 OK 那我大概知道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这哪边执行 这边CREATE TABLE 这个OK 然后到这边 我先不要EXCUE 我们先怎么样 因为EXCUE一定会失败 先把它注解掉 先不要执行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在这边先把什么 先把那个先PRINT好了 我们先PRINT什么 PRINT那个 那个List1看看 其实这个道理 跟那个用Nolabit plus plus差不多 把它执行一下 先把那个List1告诉我一下 里面是放什么东西 有没有发现 这个空白 然后一个空白 到这边 这边又一个空白 不过很难看 一个什么 空白加反斜线 所以我只要把后面那个东西 把它去掉 空白加反斜线 帮我去掉看看 怎么去掉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是List1 所以我要去掉它的话 就是当我跑这个回圈的时候 开启它List1 这个PRINT先注解掉 然后一个空的 到哪里呢 你会发现 到这个回圈的时候 它会取出List1 所以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List1怎么样 这个中国阿湖I 等于什么 等于取出的那个东西 再把那个后面的东西去掉 所以呢 把它后面的东西 点什么 点strip 然后呢 记得哦 我们前面是加一个 反斜线N 对不对 就换行拿掉 但是它前面又多一个东西 空白 有没有 所以我可以怎么 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再帮我串 再帮我串到List 然后最后的话 为了确认说 我串完的结果 到底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再把List3 确认一下 这个List3里面呢 当然一定 就是串列里面 还有串列 然后一定是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不要有那些什么 反斜线N 真空白 如果有的话 你就会新增失败 我们试一下 执行 OK 然后执行 看有没有错呢 第一笔资料 没错 所以 中瓜阿虎里面 有个中瓜阿虎 到这边 然后这个中瓜阿虎里面 有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 第一笔资料 没错 是文字 第二笔资料 也没错 第三笔资料 就是它的取号 第四笔资料 后面有没有 不应该有的 没有 所以 一二三四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美了 OK 所以 再来的话 你如果去执行 那个 输入的指令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错 所以接下来的话 把底下的 insert into 打开 然后就分别 帮我insert into 有四个栏位 然后放到里面 去 commit insert 最后再帮我查出来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 试一下 执行 这时候 三重的资料 会不会都进到 资料库里面去呢 全部进去了 OK 上面这个 可能就把 我们前面有一个 print这个 把它拿掉 那应该就 大功告成 执行一下 应该就没问题了 执行 全部的三重 都到资料库里面去了 但是呢 目前只有第一阶段 就是只有三重 然后面还有另外有24个档 假如全部都要进去的话 该怎么做 不过前面我们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用DIR 但是DIR有点麻烦 你要再去输入DOS指令 然后DIR DIR 之后再把那个DIR 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 再一个抓 如果你不要用DIR的话 其实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叫 OS 里面 OS这个类别里面 有一个叫.work的方法 .work是说 它会帮你把那个 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全部帮我列出来 不过怎么做 我想 先请各位 先完成到这里 因为这一题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部分 应该是在哪里 Sprint一定是空白 另外呢 在Sprint前面 我是先把那个什么呢 把它后面多出来的空白 跟换行 把它Sprint掉 再写回去 不然这个 这一行其实如果没写 很麻烦 你如果没有 不会这一行 你后面要处理资料库 就是大问题 说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都关键 像之前有同学问我问题 其实他的问题也类似像这样 就是里面就是多一个什么怪怪的东西 他就是没有办法拿出来 结果insert into到资料库 就是一直出问题 记得那个同学 就是至高 你有印象吗 你之前有问我一个 类似这样的问题 里面又多一个单引号的样子 后来其实你一直卡住 就卡那个地方 卡了多久 卡了两天 就一个问题卡两天 如果他没有问我的话 可能就要两个礼拜 两个月 是两年之后才有答案 其实很简 特别是要 如果你的字是在前面或后面 可以用striple 如果你的字是在 那个字串的中间的话 记得用replace replace 我印象中我有讲过 replace取代 所以striple是前后 replace是中间 不管哪个位置 所以这两个方法非常重要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 以后尽量第一个 善用那个范本 有范本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还要在细节上面 尽量逐步逐步的去输出 再看 你不要说一次就insert into 那大部分都失败 我发现很多同学 错都错在那个excue那一行 刻色.excue 那那一行为什么错 因为你丢给塞入进去的资料是错误的 比如说应该有四栏 结果它来的资料有 因为有一个空白 有没有 空白多一栏 所以有四栏 结果你塞了五栏资料 给它当然一定错了 所以刚刚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拿掉的话 那就会有衍生性的错误 OK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